说到现在的篮球世界,总会绕布莱詹姆斯这个名字,放在NBA的整个历史中,詹姆斯都是极其伟大的球员。 除了在球场上的巅峰表现之外,场外的詹姆斯同样值得很多人学习,詹姆斯不仅自律,乐于慈善事业,而且十分注重自己的家庭,他与妻子萨瓦娜在18年前的时候就相恋了,并且一直在一起。 5年前,他们走向了婚姻,在这些年里面,詹姆斯拥有了地位、金钱以及权力,可是在球场之外没有听过丝毫。 关于詹姆斯的丑闻,这也充分说明了詹姆斯对妻子的忠诚,对家庭的看重。 在结婚5周年的时候,詹姆斯还专门举办了聚会,邀请了好友们一起来进行庆祝,不过在聚会中,詹姆斯并没有叫上香蕉船的成员,鲍罗、维德以及安东尼,都每每能来见证,不过也没关系。 以詹姆斯的表情来看,他的心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,不过詹姆斯的前队友们却没有错过这个聚会,特里斯坦汤普森、帕金森以及GR史密斯都来参加了聚会,看到GR笑得那么灿烂,相信他也已经忘记了在总决赛第一场的不愉快。 毕竟詹姆斯都已经走了,勇士也已经拿到冠军戒指,再去讨论这些已经失去了意义,詹姆斯也将要在洛杉矶湖人开始自己心的征程。 对于这次聚会,有网友这样说道,先不说詹姆斯有多有钱,有多优秀,一个女人能找到对他忠诚的男人就很幸福了。 看,完了这些,大家对詹姆斯的敬佩,是不是更加加湿了呢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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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